中国男子体操运动员 中国男子体操队 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 再多金牌 中国队获得了这次 里约奥运会的第三名 日本队获得了男团金牌 在东京 我这几年我一定会 好好地卧心惨战一下 我要圆这个梦 咱是一个肯定是 不服输的一个队 是一个非常团结 然后抗业能力也是非常强的队伍 前辈们 哥哥们 亲手一步一步搭起来的 世界冠军榜 我觉得在我们这边 要给他传承好 2017体操市井赛 中国体操队也创造历史 首次在市井赛上包揽 男子权力项目的前两年 中国以总分256.634分 夺得男团金牌 这一届就是为荣誉而战 战的值就是荣誉 展现出中国运动员 该有的这种精神 不怕输 不到最后一刻不放松了 把我自己做好 一荣俱荣 一去一去 担当起我们这一代 代表中国队去比奥运会的责任 东京奥运会打个翻身掌 人们都说秋收东藏 东训一直都是国字号 对武训练出成绩的起点 不仅要磨练新的难斗动作 也要对这一年的比赛 进行全面的总结 2019年斯图加特市井赛 中国男子体操队在决赛中 赋予俄罗斯 获得银牌 个人权能和单项比赛 以金未得 而俄罗斯男队在进入到 东京周期之后 呈现出了上升势头 凭借权能双子星 达拉洛阳和纳格尔内的 稳定发挥 俄罗斯男队在世锦赛上 获得了三金 两银一铜 世界男子体操形成了 中日俄三强的格局 中国男子体操队在东京奥运会 要想夺得男团冠军 并不容易 我们就要卧心尝胆 全队上下 实际上都是憋着一个劲 在东迅中提高自己的能力 这样我们在去和我们 很强的对手过招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去战胜它 受到疫情的影响 东迅时间延长 队员们都希望能够借此 提高自己的薄弱环节 五个月以来 东迅确实体能长进的最多 难度动作进展的还比较顺利吧 团里得恢复一下全能嘛 主要是把单杠 跳马自由操给抓起来 调整一些动作 就是在质量上面 肯定是有所提高的 在自由操 双杠 单杠 调环 技术和难度 也是有改变 9月份的全国体操锦标赛 是2020年第一场正式的比赛 2020年全国体操锦标赛 男子赛台训练第三场 现在开始 24岁的肖若腾来自北京 喜欢足球的他 换了一个新的发型 这个发型其实也没怎么想 就是一星期间到现在 完了也是有点长 有点长以后我就说就没剪 然后正好那个米兰 一步不是续约了吗 他就是扎了一个小片 我也是扎着看一看 还挺喜欢的 肖若腾是全能型选手 2017年18年世锦赛 他先后夺得个人全能冠军亚军 然而在2019年世锦赛 他在个人全能项目上 输给了俄罗斯选手 获得第四名 在东迅中 肖若腾升级了跳马的难度 现在还有点技术不稳定 想今天多跳几个 就是那个1170 那个比较危险 所以说我现在的技术 还没有说完全掌握 只能是到时候看一眼 肖若腾说的1170 学名是直体力松900 难度分高达6.0 这是现行规则家 难度分最高的 跳马动作之一 体操运动员 要想完全掌握一个新的动作 必须要经过比赛的检验 资格赛的第一项是吊环 肖若腾加入了 东迅练习的新动作 慢翻飞机 顺利完成了难度 为5.9分的成套 第二项就是跳马 我之前活动的那一下 跳完了以后 看着确实感觉有点过不来 然后但是我一到我做的时候 我这四个做吧 准备的思想就比较充分 然后我上去了以后 我觉得就目标就很坚定 我也不知道那力量是从哪来的 反正我就感觉我走上能站起来 加油 第二项 然后我就跳了 跳马项目现在上场的 是来自国家集训队 也和一组的肖若腾 肖若腾这一跳获得了15.350的高分 这也是他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 完成直体力从900 这个高难度动作 特别高兴 教练以为我不跳了 然后我跳了一个 我都有一点不好意思了 站起来 这上半真好 目前就是准备着做一个主备 超高难度就很有可能能够上 还是比较高 因为体力分他那一下就提高了0.4 所以对团队还有对他自己的这个权能 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这次比赛最大的好处就是敢跳了 只要敢跳了 我觉得这个动作就是失败与成功的问题 肖若腾顺利完成了剩下的四项比赛 资格赛排名第一 决赛中肖若腾在前五轮一直领先 但有不少小失误 资格赛排名第二位的孙伟 虽然在第一轮自由操中出现了失误 但凭借稳定的发挥 不断缩小与肖若腾的分差 五轮过后 孙伟落后0.55分 排名第二位 最后一个项目单杠 先出场的孙伟获得了14.100分 肖若腾最后一个登场 前面我觉得就不是特别好 然后到单杠了以后呢 我觉得更想 其实我把它当作一个单向来看 但是我完成的并没有达到 我预计的这个样子 肢体特卡 失误了 肢体特卡接应该是想做特卡180的 掉下来就扣预分了 对 单杠其实是有挺大的问题存在 主要是一个发展方向 首先我觉得就是还不够明确 然后再加上肩也是有一定伤病 它这个练习重复练习 如果你要是错误的话 它其实就不太理想 肖若腾在单杠项目上的稳定性 是它的薄弱环节 2018年市井赛团体决赛 肖若腾在最后一轮的单杠掉下器械 2019年市井赛个人全能决赛 为了冲击金牌 肖若腾临时增加单杠的难度 在完成三连飞时失误掉杠 如何在难度与完成度之间 找到平衡 是它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动作的难度的使用 其实你的动作 你可以使用一些课分少 简单稳定的 或者是你做一些 就是特别划算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能力 还是可以达到 单杠前八的水平 所以我可能还是往单向的那边 去想一想 就很纠结 不是一般纠结 也不是一般 二般纠结 就是特别纠结 交流过 他有时候细微的一些想法 或者一些动作 其实我们也经过这么多年 都能够看出来 就是他甭脸 就感觉他是不是要加难度了 然后有时他是会突然间 给你一些这种措手不及的 这种动作吧 还是比较相信他 因为他对自己的把握度 还是比较好的 抓了三年的单杠 三年都没有效果 这个真的是要好好地去想一想 小若藤的单杠竟获得了12.850分 总分被孙伟反超 小若藤获得了个人全能亚军 最大的收获就是难度锻炼 如果这次单杠出现这个问题 回去以后能够得到成功的解决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场比赛的 最大的一个收获 25岁的孙伟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枚 全景赛个人全能金牌 孙伟的成长也提升了 中国男子体操队的整体实力 我赛前没有想过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第一枪失败完 压完脚以后 其实后面说实话 我有想弃赛了 其实到跳马那边跟你说话的时候 已经脚真的不行了 但是最后我教练就跟我说 还是咬一咬吧 对 因为毕竟这些难度都是刚加的 能做一次试一次 做多一次 那就对奥运会的稳定性更高一点 本次比赛 孙伟在六个单向上 都提高了动作难度 他的全能第一分 也就是难度分 比2019年世锦赛时提高了1.2分 大家看到了 这个孙伟加了1.2 我觉得为整个中国队的团体实力也好 全能也好 都增加了砝码 就从19年讲吧 我的难度是在 在我们五个里面是最低的 如果说不长难度的话 奥运会来临的时候 那是肯定不行的 第一一定要靠地分 地分的是 是我们实实在在在手上的 所以说教练也跟我讲 王导也跟我说 把地分一定要攒上去 说肥 这个人很厉害 位置各方面高度都非常好 挺艰难的吧 我是在整个六项里面都加难度的 所以说当时的也有困难 也有伤病啊 也有脱不下来套啊 就自己克服我真的是 下一个阶段 让自己提高一点稳定性 那又是多练嘛 十个不行 一百个 一百个不行就一千个 不怕失败吧 就怕被失败给打败 伴随着全国锦标赛的结束 中国男子体操队又将开始新的东训 接下来呢 我还是想啊 要尽快进入东训 巩固他们成套的熟练性 更具竞争的实力 更具取得金牌的可能 奥运前的最后一个东训 提高动作的稳定性 成为了训练的重点 东京奥运会 体操团体比赛将采用新的赛制 每队上场人数 有五人减为四人 这就要求团体的四位成员 都要有稳定的发挥 而且项目综合实力强 中国体操男团的参赛名单选拔 由三战奥运选拔赛 和综合评定两方面构成 出战男团比赛 是每个队员努力的目标 29岁的邓叔弟是队里 年龄最大的选手 参加过李奥运会的他 希望在东京打一场翻身仗 再低一点 叔弟 好 再低一点 好 经过那一次惨败 这一次就必须得全力以赴 因为咱们还有队内竞争 谁也不想 到了奥运会的这个 关键时候被刷下去 不管是再苦再累 我觉得都得挺过去吧 对于老队员来说 面临的挑战更大 怎么样在这段时间调整心态 在训练上把握节奏 至关重要 5月的全国体操锦标赛 是东京奥运会选拔赛的第一战 为了让队员适应比赛节奏 队里进行了一次队内测验 00后脚将张伯恒 拿下了个人权能的第一名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挺满意的 可以打一个8.5分吧 我发现我六项难度和得分 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还是希望能争取这个团体的名额了 张伯恒这一年的进步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他这个孩子 因为也是六项比较全的 他现在难度还有潜力 但还没有挖掘到更深 受肩伤的影响 肖若腾此时还处在恢复阶段 不过此前令他纠结的单杠 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办法肯定还是有嘛 完了就是做了一个正调嘛 可能会觉得难度没有原来高了 但是不管是从稳定性来讲 还是就是说从这个扩分角度讲 其实是挺划算的 其实他这肩的伤病就是单杠引起的 在东迅上他觉得最后一项 要有实力才能争取冠军 所以就拼命地上难度 特卡连接练得很多 所以给他肩损伤了 所以稳定性上也不好 所以经过我们考虑呢 还是给他难度降下来 你看怎么想 如果在拳动比赛当中 我觉得还是相当可以的 那如果要是在单向方面 那肯定是不合格 但是鱼和熊掌你不能兼得 你既然要为团体做出贡献 又要在权能当中去发挥的话 那还是要去得一个最平衡的点 主要是兼也不行 单杠也连不了特别多 2016年 肖若藤因肘部受伤 错过了礼宅奥运会 随着东京奥运会的临近 肖若藤再次经受伤病的挑战 就是得活着 你不能出问题 因为你像礼宅已经有过了 可能实际部队 可能是机遇部队 他可能凑巧 巧合 但是这次就要避免这个问题 他肯定会有一些的着急 但是他也是一个比较 然后肖若藤也是比较聪明的队员 也自己对自身的身体的情况 把控方面还是比较好 所以他就会我们经常去沟通 今天我们能不能练呢 或者是今天可能 做完昨天的长度训练 今天反应会比较大 我们继续沟通然后去调整 是不是黄老师在这场面前 有点兴奋 今天有点使劲压 没有事 训练上可能还行 因为这么多年都是这么练的 但是练完了以后 可能会产生一些焦虑 我想在参加抗议会前 就接受自己 就去坦然地面对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肩伤 直面地去面对自己的现实状况 在双杠上拥有绝对实力的邹靖元 恢复了个人权能 主要是把单杠 跳马自由操给抓起来 这三个项目上来 对我的体能消耗也是挺大的 所以我在那三个项目上面 还是为了团体 按马一稳为主 调划的话我可能会加点难度 主要还是双杠 这个项目要去拼一下 邹靖元的双杠成涛不仅难度高 而且完成的规格质量好 在2017年和2018年两阶世锦赛 夺得双杠冠军之后 他又提升了双杠的动作难度 原来他成套里头 也有后上这个动作 也有前翻这个动作 但他现在加难了 后上变成一杠成 从一杠成接前翻 这样这两个动作 就各升了0.1的难度分 所以他这一套要是完成的话 能提高0.2的难度分 2019年世锦赛 邹靖元带着难度高达7.2分的双杠成套 亮相赛台训练 然而在四格赛中 邹靖元却出现了失误 双杠项目没有进入决赛 这个结果在他当时看来 只是一次偶然的失误 教练啊 有萧哥啊都跟我说 比赛可能就是这样 有可能我再来十套也可以成 就那一套错了 但不因为那一套 就否定了我所有的训练 原来也别想 没关系 这个比赛总是这样 我们里面你输到这儿 也别输到东京去 但是这样悄悄自己的警钟 然而在2020年 全国体操锦标赛的双抗决赛中 邹靖元再一次出现了失误 特成全锤出现了失误 索性现在距离东京奥运会 还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现在发现问题还来得及待 我觉得就是遇到一个瓶颈的吧 这个瓶颈只能靠自己去跨过去 不管是之前 之前其实一直进步也行 就后面19年失败 就那次要是没失败 又成了 可能就到职业又到另外一个 更高的一个境界 但是失败之后 调整啊这些 可能就是又是另外一个瓶颈 这个瓶颈就是 我自己去怎么去跨过这个瓶颈 可能跨过去就不一样了 这也是大家对他期望 特别高造成的 他这个人呢 就是责任心又特别强 所以他压力特别大 但是呢 他的技术上还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两个技术的结合起来 他就有点分不清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也及时给他调整难度 让他把这个容易出现的点 失误的点都给他去掉 让他在这个心理上 能够更轻松一些 有儿性格可能比较好强 这个是他最在意的东西 他也是自己肯定会想很多很多很多 但发现想的越多问题越多 他干脆就不想了 两眼一闭我就练了 现在就是重复重复 李小龙不是说吗 不怕那个会一千种腿法的 就怕一个腿法踢了一千遍 就是一套成一千遍啊 就是我觉得才最稳的 2021年全国体操锦标赛 在成都举行 作为来自四川的选手 邹靖元在家乡观众的欢呼声中 登上了赛场 双杠决赛 邹靖元在第一个动作时 就出现了失误 他第一个动作是一个大难度 但是没有发上力 虽然邹靖元获得了 双杠下方的金牌 但这样的表现 并不能让他满意 双杠决赛 一定要几乎每次 将出会 都要提醒你 每次都要提醒你 不要去想 我要逃水分把我推动 我要做得更好 上海水分 变杀了 你手里下来 不要你成功 你不要你做得更好 知道 知道 就失败了就失败了 完了之后 怎么去解决它 怎么去面对它 这样的话 那失败就是一次成功的一次经验 但是我们最终 还是要解决他心理问题 解决他 他如何在赛场上 能够发挥出水平呢 他这套只要发挥出来 那他就夺冠的希望非常大 最好的状态就是 不忘初心 还是跟之前一样 这样是最好的 因为旅游怎么找都找得出来 觉得就是需要奥运会去证明我自己 今年的全国体操锦标赛 同时也是东京奥运会 去选拔赛的第一战 男子个人全能决赛 备受人们的关注 肖若腾因奸商影响降低了六项的难度 虽然按马出现失误掉下气息 但凭借其他五项更为稳定的发挥 最终是获得了个人全能金牌 那我觉得最起码新气 包括信心还是可以的 因为在这个 你拿了第一名嘛 不管大赛小赛 拿完第一名以后 就是给自己的一个肯定 我觉得相信回去以后的状态会越来越好 张伯恒顺利完成六项 获得个人全能银牌 其实一直是一个比较低调的状态 就是稳扎稳打嘛 慢慢练嘛 其实我也没有比较过什么 我比谁好 我没有比谁好 就是自己跟自己练 预赛发挥普加的林朝盘 从第一响自由操开始 就在场上调动自己的情绪 赛前前一天就告诉自己 就是拼了 没有别的退路 不管怎么样就得要站林朝盘 意念告诉自己一定要往前冲 最终林朝盘获得个人全能铜牌 这也是他时隔四年之后 再次战场全景赛个人全能的领奖台 这才是真正的我 我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种努力的肯定 虽然说没有拿到全能冠军 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因为19年20年的全景赛比的都不是很好 所以说这两年我压力也蛮大的 说实话因为比不好会 就是希望我好的人会让他们失望吧 我觉得 26岁的林朝盘已经是队里的一员老将了 他也是中国体操男队的队长 林朝盘经历过2014年 中国体操男团射锦菜六连贯的辉煌 也品尝过礼约奥运会的失利 2017年世锦赛林朝盘获得个人全能奖的银牌 2018年帮助中国男团夺回世锦赛团体冠军 但是在那之后 林朝盘一直饱受伤病的困扰 2018年是脚受伤了 然后19年也是膝盖受伤 还是脚腕受伤 然后20年就没比好 所以这三年就会让我自己 说实话会觉得 全能还能不能再练 还能不能坚持 但是我觉得 还是告诉自己 全能是我 一直以来保持的一个最好的 一个综合的东西 所以我不能放弃它 所以我还是得坚持地 把全能一直练的 从2018年开始 林朝盘经历了将近两年时间的 伤病康复期 前段时间腰一直存在的问题 就是这段时间反反复复的比较多 所以说我个人最担心的 就是一个伤病问题 因为运动员最大的点就是伤病 你有伤病你没法系统训练 你没法系统训练 你拉一堂可可 你拉两堂三堂 那就跟大家就会有差别了 所以说伤病这个腰 我只要能保持训练 我就满足了 说真的 与教练沟通后 提高训练质量 适当降低训练强度 林朝盘在东京奥运会前 终于找回了自己的状态 因为我是参加过李游奥运会 在李游奥运会我们丢过男团的金牌 所以说我们肯定是要努力 比别人更努力 我们可能才能在东京上 把这个团体的金牌夺回来 大家心里一直是卯足了一股劲 就是要在东京打赢翻身杖 随着东京奥运会的临近 中国男资体操队 即将迎来最终的决战 现在挺近的 终于有那种激动的感觉了 有点焦虑 就是那种潜移默化的有点焦虑 心里上还是我有些压力 感觉还是挺刺激的 挺好的 就是所有项目 都进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还可以这样的状态 我们平常性那种状态 此前传了消息 俄罗斯队主力队员达拉洛阳 在训练中跟腱断裂 虽然已经成功接受了手术 并在6月份的俄罗斯杯上火线复出 但显然还没有恢复到 可以正常参加高水平赛事的水准 这也给中国男子体操队 敲响了警钟 最近训练就是如履波兵 还是运练伤病的问题 像几个主力队员 虽然没有大伤 但小伤不断影响了我们的训练 我们在这短时间之内 就是想办法 如何把运练伤病调控到最好 不久前 日本队公布了体操男团的主力阵容 拥有2019年市井赛比赛经验的 宣和摩 乔本大辉 谷川航和全能新人 北渊杖流入选团体名单 三枚奥运竞排得主立村航平 将首次以单向选手的身份 征战奥运会 从日本队来看 因为他现在是经过他的选拔 这是全新的一个队 他整体的难度实力还比较平均 当然他是东道主 所以他有一定的优势 俄罗斯对体操男团中 有老将贝尔·亚夫斯基 全能双子星 纳格尔内和达拉洛阳 以及新人卡特赛夫 现在俄罗斯也是 他们也是实力 但最近他们受伤病的影响 特别是达拉洛阳的跟剑断裂 他们又不想放弃他 对他的项目配置会有一些影响 争取在最后的这几十天里面 然后把自己最好的状态 完美地发挥出来 毕竟我也坚持了这么久 最后不管选上或者没选上 我希望我能减减全力 目标肯定是我们团体拿下 团体比任何项目 任何的单项都重要 因为团体是中国的力量 我们要有一颗 感赢的心 感胜的心 我希望回来的时候 一定是带金牌回来的